新闻开始来关心 缩拉台风逼近 屏东市区在下午下起了好大雨 各地也开始出现淹水灾情 积水甚至达到半个轮胎高 而这两天也会是台风影响台湾 最剧烈的时间点 马路水淹成小河 一旁的电动机车几乎一半泡在水里 经过的货车也溅起惊人水花 大雨狂炸屏东水淹半个轮胎高 骑士像是在骑水上摩托车涉水而过 连转弯都有困难 重永街排水宣洩不及 马路淹成小河还出现小水柱 居民拿扫把狂扫避免排水垢堵住 我家做漆妹了 就是已经有淹过了 从来才会做防水闸门 如果我在下一个小时 可能会再满进来 淹水淹到怕 有民众事先做好防水闸门 避免水再度淹进家门 而汽车开在市区能见度非常低 因为雨刷速度干不及降雨速度 速到台风脚不逼近 屏东市区开始降下好大雨 多处道路出现积水 而30号在恒春古城将举办 年度重要的树沽棚活动 今年却碰上台风脚局 制度台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加紧 做好防台准备像是绑上石块 来防止东西被吹走 它顶棚也收掉了 顶棚太受风了 全部只塞下空架只会留着而已 我们不会停下来 但是有一些安全措施 我们可以有在先做 树沽棚家庄刚锁固定 就怕风势太大 竞赛队伍在攀爬过程会发生危险 而台风来势汹汹 肯定南湾也插起红旗 禁止游客下水 还是有不少人跑来观浪 很爽啊 而在屏东东流线码头 受到台风影响 31号将全日停航 因为台风才回来 31号有那个台风 就怕风浪太大 无法搭船返回奔岛 游客提着行李 大包小包决定提早回程 也提醒民众 台风天风大雨大 没事尽量别出门 以免发生危险 解除世卫 评论报道